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有一個扇形 半斤是R 這個圓心角質SIDA 他的這個周長是8 那麼他問說 這個最大面積多少 SIDA什麼時候他有最大面積 好,那怎麼做 我們先把這個面積表示出來 這個面積是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R乒乓系統 好,那這周長等於多少 周長是等於2R 2R 這兩個半徑 加上這個虎長 虎長是等於R系統 好,那我現在 把它,這是雙變數 把CIDA帶掉 他本來是問說 CIDA等於多少的時候 面積最大 本來應該要把R帶掉 但是R這個有平方的話 不好算 那CIDA只有一次方 比較好算 所以我們把CIDA帶掉 這個是等於8 這是已知 好,那CIDA帶掉的話 CIDA等於多少 這個,拔移過去 8-2R 那CIDA帶掉 那CIDA就可以帶掉 這2分之1 R比方 乘以多少 CIDA是R分之8-2 那2可以約分 212,24的8 21的2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R約掉一個 R乘進去是4R 那簡單的話 R平方 好,那這樣的話 我這個面積 就可以寫成是 R的函數 這是一個二次函數 加上4R 好,那這個是一個拋物線 如果這個是 這是A的話 這個是R 那什麼時候它有最大面積呢 就當 這個是一個拋物線 是這樣子 當R等於多少呢 等於2A分之負B 2A分之負B 2A分之負B 負多少?負4 這是B 這個是等於2 當R等於2的時候 它有那個最大面積 就是這個頂點 當R等於2的時候 它有最大面積頂點 這最大面積的話 你就把2帶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最大面積 是等於多少呢 你把R帶2 R等於2 帶進去 好,帶進去的話 就是負2 2的4 4加多少? 42的8 就等於4 它有最大面積4 當R等於2的時候 它有最大面積4 當R等於2的時候 它有最大面積4 它有最大面積4 最大面積4 當R等於2的時候 它有最大面積4 所以最大面積4 當R等於2的時候 它有最大面積4